这几天被硅谷银行事件刷屏,也看到了不少阴谋论,包括中国又被美国收割了,美国是故意的,美国金融体系要崩塌了,等等等等。 因此,我们今天来捋一捋这件事情的发展过程,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硅谷银行发生挤兑的现象? 是否真的如某些人所说,这是美国自导自演准备再次收割全世界的一场戏? 首先,让我们了解一下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中,为什么国债也是一种有风险的投资? 美国国债没有违约风险,但有价格风险。 也就是说,美国财政部可以印出所需的资金来弥补其投资者的损失,因此它永远不会违约债务。 但是美国国债肯定存在价格风险,只需看看持有长期美国国债的MBTF如BTLT。 通过观察这张图表,你就可以看到PLT从约150美元的高点下跌至约92.50美元的低谷。 这是38%的亏损,这导致了巨大的问题。 让我们来看一个债券价格如何波动的例子。 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将使用一张两年期票息为0.25%的债券,以匹配联邦基金利率的初始上限。 发行时,这张债券将以面值定价。 这意味着发行价格将为100美元。 我使用100作为本金举例,而不是通常的美国国债面值1000美元,这样您可以更容易地看到百分比变化。 现在让我们将利率提高到4.75%,就像鲍威尔所做的那样。 我们的债券现在价值为91.6美元,损失了8.4美元。 当然,这种损失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。 我们只是举例的时候将其简化。 这种损失直接反映在损益表中,进而反映在资产负债表的权益部分。 这只是一张两年期的债券。 那么十年期的债券会发生什么呢? 很明显,十年期债券的损失更严重。 因为这张债券的期限更长。 长期债券比短期债券更容易受到利率上涨的影响。 当我们将上线利率从0.25%提高到4.75%时,亏损现在为35.17美元。 再明确一些,鲍威尔并不是仅仅将利率提高4.5%,他是将利率提高了18倍。 您必须看变化而不是差异,才能了解它提高了多少利率。 为什么说硅谷银行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? 因为大型银行只会收取很小的点差来交易利率互换。 事实上应该发生了事,每当硅谷银行购买一张长期低息票的债券时,它应该立即联系摩根、高盛或美国银行进行兑换。 整个方案看起来应该是这样的。 美国国债向硅谷银行支付0.25%的票息。 这是固定的,你无法改变。 但是,你可以给其中一家大银行打电话,将那0.25%换成浮动利率,也就是SOFR或美元LIBOR。 0.25%的LAX会互相抵消,硅谷银行将能获得浮动利率。 在全球大多数银行都会遇到同样问题情况下,这就是它们标准的做法,这样就可以在升息的情况下受到保护。 它们在债券上不可避免的损失将被互换的SOFR或LIBOR部分弥补。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,净名义利率掉期的未偿金额约为10万亿美元,这种情况非常普遍。 我们接下来看看硅谷银行真实发生的情况。 硅谷银行是科技行业的领先银行,一些有规模的公司是它们的客户,存款金额可能高达数亿或数十亿美元。 此外,还有许多科技初创公司,比如你拿到了500万美元的融资,你可能会将这500万美元全部存入硅谷银行。 当银行拥有这些存款时,可以发放贷款或者投资债券。 大约有750亿美元的贷款和750亿美元的债券,其中大部分是购买国库券,同时很多贷款又放给同一批公司,而这些公司也在存款。 资产和负债都非常集中于各种科技公司。 硅谷银行购买了长期的,波动性非常大的债券,其中很多是美国国债,并且很多是30年期国债。 现在人们会问它们是否有风险。 如我们前面所述,几乎没有信用风险,但是有大量市场风险,价格会波动。 债券的到期期限越长,波动性就越大,这意味着当利率开始上涨时,债券的价值就会下降。 那么,利率最近发生了什么呢? 它们一直在大幅上涨,过去一年,利率涨了5%。 这意味着,如果你一年多以前购买了一份30年期债券,就像硅谷银行所做的那样,这些债券已经大幅贬值了,因为利率上涨了,所以它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。 那么为什么一年前不知道这些损失? 为什么没有在上周爆雷之前遇见到这种情况? 答案是,银行可以把债券放在一种较持有制到期HTTM的账户里。 因此,如果你把你的债券放在HTTM账户中,你就不必进行市场估价作账。 如果你花费了100元购买债券,你可以在你的资产负债表上将其记录为100元,及你支付的100%。 即使债券的价值下降了,你也不必记录这些亏损。 问题在于,这样银行就会面临大量的隐性损失,因为这些损失从未被市场所反映。 但是硅谷银行突然发生挤兑现象,不排除有人泄露内部信息的可能。 我们再来谈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所做的事情。 周五下午,硅谷银行宣布关闭。 FDIC声明存款都被保险,最高保险额为25万美元。 在硅谷银行的账户余额在25万美元限额以下的账户持有人,可以得到全额赔付。 但到了周日晚上,FDIC采取了与此完全不同的措施。 如果你是一家初创公司,需要获得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, 而你把这些钱全部放在硅谷银行,那么你的500万美元现在已经没了。 你手里拿着一张价值不确定的证书,但你无法支付工资,可能会在周一早上面临支付薪资的问题。 你无法支付供应商,无法支付房租,无法支付水电费,你什么都做不了。 你基本上已经破产了,然后就会出现一波破产潮,这会波及到风险投资公司等等。 顺便说一句,这些事情总是发生在星期五,因为他们需要周末来弄清楚情况。 在周末期间,财政部的耶伦、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鲍威尔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负责人, 以及白宫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之间的大量交流提出了新的计划。 他们制定了一个新计划,在星期天晚上6点15分宣布,这并不是巧合, 因为星期天下午6点是期货市场开盘的时间,开盘时通常下跌。 他们说,好吧,我们改变主意了,我们不会将保险限制在25万美元,而是取消限制, 所有存款人都完全得到保障。 如果你在银行有50亿美元,你就会得到50亿美元,而不是25万美元等等。 另外,关于只保障存款而不支付其他部分的做法被称为银行自救。 同时位于纽约州纽约市的Signature Bank也于3月12日被齐州特许机构关闭。 该机构的所有存款人将得到全额赔偿。 与硅谷银行的解决方案一样,纳税人不会承担任何损失。 股东和某些无抵押债权人将不受保护,高级管理层也已被撤换。 超过25万美元的存款人也将得到赔偿。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? 拜登说不会让纳税人支付这些赔偿,难道从天上掉下来的钱吗? 有一个可能的资金来源就是增加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费, 因为赔偿金将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基金中出来,这将耗尽这个基金。 所以你必须增加保费,或者银行会提供更低的存款利率,可能两者都有。 所以每天,美国人民都将为此买单。